专横的太监们 是无法无天哪 把县令催发 毒打了两顿 考玄就要了命 要不是那些牙异玉利们保护着 当场就能把他打死 别的犯人释放了 展望天皇帝圣旨下 催发不再释放之列 还得关回监狱里 可是这件事 影响很轰动 太监公然毒打的 那是朝廷命官 这个县令 级别低 级别低也是朝廷命官 又是在新年头一天 这使得朝臣们 上上下下是一片抗议 纷纷上奏唐靖宗 要求处置太监 释放催发 有几世中 李伯李大人 他的上书是最有代表性 李伯在上书中写道 县令 随意抓皇帝的宦官 宦官 公然打皇帝的囚犯 这罪过都是一样的 但是县令 所犯之罪 是在大赦之前 按照法律 赦钱的犯罪 一律不予追究 可这太监所犯的 是在大赦之后 怎能不予至罪呀 宦官如此横暴 如不及早处置 四方翻阵知道了 必然会轻视朝廷 这大帽子给扣的 朝廷内部连太监都管不了了 藩阵格局 那不还得恢复吗 刚刚平定下来的大唐王朝 难道会让藩阵戒机 在起而反之吗 尽管用此严厉 可是 谁也改变不了 这唐靖宗 大臣们的上书 一封又一封 跟血片一样 哪一封上书 都打动不了 这位顽固的少年天子 唐靖宗 对所有人的这些话 是置之不理呀 他告诉御史台 还是要把催发 除以死刑 御史台的官员 也不敢得罪皇上啊 公然犯上谁敢呢 只能找一切借口 尽力拖延吧 这件事又过了一个多月 宰相李逢吉 又一次面见皇帝 谈着公事 聊着聊着 这李逢吉丞相 怎么一看 皇帝挺高兴 连忙把这话题 就引到催发的案件上了 陛下 朝臣议论催发 已经一月有余啊 这催发 擅抓宦官 确实犯了不敬之罪 嗯 唐靖宗一听 还是老爱听你的话 朕爱听 不过陛下 催发的母亲嘛 那是前朝宰相 韦冠之的姐姐 现今 已经将近八十岁了 自从催发下狱 老夫人是幽惧成疾啊 陛下现在 不是要以孝道治天下吗 那么催发虽然罪在不赦 但是看在他老母的面上 冲着这个情犹 似乎可以考虑考虑吧 这话分怎么说 李逢吉 以孝治天下这个最好的借口 给了唐靖宗一个台阶 唐靖宗一听 哎 李老爱卿 还是你说的对 那批贱官 竟说什么催发如何冤枉 从没人说他犯了不敬之罪 他打宦官 那不就是看不起朕吗 但是 这些大臣们 谁也没像您这样提起 他还有个老母亲 朕也不知道啊 如果像你这么说来 朕 怎么能不赦免他呢 一点手 把金信太监找来了 去吧 到御事台 把崔发放了 还要太监 把他送回家去 慰问慰问他的老母亲 就说是朕的意思 这太监得了旨意 领着几个被打的太监 来送这崔发来呢 崔发习着糊涂的 这山岗养好 一见太监 他整个挤人沟冒凉气 心尖都差了 是不是又跑到监狱里面打我呀 感觉不是 皇上把自己放了 这几位太监 撇拉嘴的 崔大人 回家吧 就把这崔发放回来 跟着一块到了家 崔发的老母亲听说 是太监们 还把崔发给送回来 老太太灵机一动了 别看老太太年近八十 一点不糊涂 他连忙拄着拐杖 来到了门口 一看前面呼啦啦 一堆人 儿子被围着当劲 旁边都是宦官打扮 老太太 走到崔发的跟前颤着巍巍 痛骂了她一顿呢 你这个不孝之子啊 你怎么目无尊长 目无天子 敢打朝廷中的这些重要的官员 他也不说是宦官 就说是重要的官员 和太监们就爱听这句 老太太举起棍子 照着崔发 就来了这么几十棍 不过这是母亲打儿子 而且老太太这哆嗦 这棍子反正打得也够轻的 这就算给太监们出出气吧 一通骂一通棍 总算太监们找着面子了 哎老人家算了 不必再责打崔发了 让这位崔大人 痛改前非就得了 崔发心里这骂 谁痛改前非啊 就这样算是救了自己一命 看着太监们走了 母子才抱头痛哭 最发明白 这是老人家良苦的用心啊 这大唐王朝 任凭宦官势力 如此招摇 如此的横暴 那朝廷实力上能不衰败吗 后宫如此混乱 朝堂中呢 也是乌烟瘴气 要提起朝廷内部 就不能不提到 牛里党争 这牛里党争怎么回事啊 党争是两个帮派的争斗 牛里是两个派系的带头人 要说牛里党争 就得先提提 维州的边防 维州 唐时的维州 就是现今四川省的里县 他扼守着熊来山山口 尽可以出兵 到青海吐蕃 这是必经的通道 退 可以保全成都平原的大门 维州这个地方 那是唐朝西南地区 一个重要的据点 吐蕃强大起来 难免向北扩张 总觉得这维州啊 威胁着自己前进的道路 所以吐蕃人处心积虑 要拿下这战略要地 据说 有个吐蕃妇女 嫁给了维州城的看门人 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 二十年之后 他的丈夫去世了 这两个儿子 顶替父亲的职位继续看门 这位吐蕃妇女 就教导儿子跟吐蕃里应外合 在大半夜里开个城门 使着吐蕃一举夺得维州 把这个地方改名为无忧城 安史之乱之后 吐蕃的势力扩大到了隆西啊 经常入侵关中地区 那唐朝的都城可在长安呢 这吐蕃的兵马老到关中一带活动 那都城多危险呢 早在唐宪宗时期 唐朝就出兵九路攻击吐蕃在西川的据点 但是几番争夺 这个战略要地维州 始终就掌控在吐蕃人的手中 到了唐文宗太和五年 忽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吐蕃的维州城副将叫西弹谋 他带了三百多名部下家属 赶奔成都 干嘛呀 归顺唐朝 稍得连维州都让过来 唐朝的西川节度使叫李德玉 李大人是喜出望外啊 赶紧派兵先站住维州城 然后飞报朝廷 说是吐蕃的这位西弹谋将军 愿意为唐军做向导 指导吐蕃后路 使吐蕃彻底撤出在西北的势力 当时的皇帝唐文宗文报大喜啊 唐文宗把李德玉的报告 就交给了朝臣们讨论 大伙一听这是好消息啊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可有人反对 陛下不可轻信 这种人一看谁呀 是当朝宰相牛僧儒 牛僧儒坚决反对 他有自己的理由 陛下 吐蕃辖境万里之大呀 失去一个维州 对其势力来说并无损失 朝廷已经跟吐蕃 通事修好 相约 平战霸兵 现在咱们应该严守信用 西南远在数千里之外 如果占了维州城 难免再起战端 就是有一百个维州 又有何用啊 可是牛僧儒说的振振有词 就好像这真理在他手里掌握一样 他就忽视了维州的战略重要性 唐文宗对这宰相牛僧儒很信任 听他说的头头是道 就改主意了 要下诏 让李德玉立即把西南某 以及其部下归还吐蕃 率领唐朝兵马撤出维州城 这封诏书写完了 谁也拦不住 皇帝丞相站一头 谁敢说话呀 发往前线 李德玉接着皇帝的诏书 他大吃一惊啊 心想皇帝糊涂了吗 难道送到嘴边的维州城 几代人争夺 我们都打得外仗 现在能够拓手而得 却拒之门外 这是何意啊 不行 李德玉再三上奏 请求朝廷在意 可是由于宰相牛僧儒 从中作梗 军告失败 这位西川节度使李德玉 失望至极呀 万般无奈 就把西南某这些吐蕃将 是家属都捆绑起来 抢行前送到边境 遵照皇帝旨意 是放弃维州城 过了一年 西川的监军宦官王建延 回朝廷任书位使 多次向唐文宗提这件事 维州放弃的有点可惜呀 唐文宗一想 那当时宰相牛大人也支持我呀 哎呀 这位宦官王建延 倒是知道这里边的文章 言语中 脸破其中奥妙 这是牛僧儒 反对李德玉 并非为国家大事着想 而是因为两人早有夙愿 牛僧儒借此报复啊 啊 唐文宗一听 真有此事吗 由来已久 说来话长啊 这宦官王建延 把以往的经历都告诉唐文宗 怎么回事啊 感情 这李德玉的父亲呢 是唐宗宗在位时代的宰相 李吉辅 李吉辅做宰相的时候 当年 牛僧儒 李宗敏 这二位在科举考试中 曾经猛烈的抨击 李吉辅的施政方针 你想 一个当全派 对待两个考试的学生 那能不忌恨 要报复他们还不简单吗 李吉辅把这两位考中的 大学子 放逐到外地 不让他们在朝中为官 这样一来 牛僧儒 跟李德玉的父亲 就结了仇 李德玉后来呢 凭着才学 进了汉林院 又弹劾李宗敏 在主持科考时候 有请托之嫌 这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李宗敏 牛僧儒 都被朝廷任用了 李德玉又攻击这李宗敏 把这钱仇 又勾出来 李宗敏 被贬为剑州刺史 因为这李德玉 他父亲是宰相 他应该说是出身显赫 本人又有才气 所以在朝中 很有号召力 牛僧儒 李宗敏 也以他们本人的才识 跟胆略 赢得了很多的追随者 一来二去 双方是对垒鲜明 前面追捧李德玉 以其为领袖的 这一伙子人就被称为李党 后面 以牛僧儒李宗敏为领袖的 就称为牛党 捧党之争 历史上把这两派的争夺 称为牛李党征 黄文宗即位之后 曾经将李宗敏 李德玉都提为宰相 李宗敏支持同党 恶意攻击 迫使李德玉 出朝为节度使 告别京都 本身就说明牛李党征 李德玉的失败 李宗敏推荐牛僧儒为宰相 这二位根本是一伙的 两人这么一合作 把李德玉一党 在朝中的门声顾力 全都排挤出朝 到什么程度 甚至是李德玉提出的每一件事 这牛僧儒 全都给驳回 像我们刚才提到 维州这个事件 只是其中之一 唐文宗听完 这位宦官跟他讲来的往事 他全明白了 他十分厌恶朝臣之间的 蓬党之争 为什么 维州之事是国家大事 怎么能把个人恩怨 彼此之间的势力争斗 放在国家大事之上 唐文宗把牛李双方的 主要人物一赌气 全都贬出去 甭管你是牛帮的 还是李帮的 都到朝外围观吧 这是唐文宗的作为 他的后继者 唐武宗 用这李德玉为宰相 如今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李德玉说了算了 马上推翻维州事件 把牛僧儒编住 李宗敏流发 这算报了仇了 可是 唐武宗死了之后 牛僧儒跟李宗敏 又都被召回来了 李德玉 这一帮派又失败了 李德玉本人被一扁再扁 扁到海南岛 是老死海南 国家大事 就在牛李党争 两派势力 起起伏伏中 一件一件的被错过了最佳良机 这还不算难 朝廷里边乌烟瘴气 后宫那儿是杀鸡重重 大历九年 也就是公元八百三十五年 二十七岁的唐文宗 在大明宫紫辰殿 正是声嘲问世 正在这个时候 文武百官分班战力 由大将军韩曰 出班起奏 起奏陛下 今天早晨 臣在左金物厅后面的石榴树上 发现了甘露 什么叫甘露 那露水是甜的 臣以为 这是陛下的宏德 感动了上天 实在是可喜可喝之事啊 说完话 这位大将军韩曰 跪倒连连叩头 宰相李迅 也率领百官 是拜倒庆贺 能不能请求陛下 前往左金物厅 去进行观赏甘露啊 唐文宗当然高兴了 他一点宰相李迅 李爱卿 你到金物厅先去看一看 朕在韩元殿供候 遵旨 李迅领明而去 也不知怎么回事 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 唐文宗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怎么这么半天呢 启斗陛下 老臣目力不计 看上去 好像这甘露 这个事 有些看不太清 这件事 还是不必宣扬 哎 这李迅说的这番话 模棱两可 让唐文宗很扫兴 马上 把神策军的大太监 求是梁 于洪志找来 你们再去看看吧 神策军可是皇帝身边重要的禁军 禁军军权掌握在两个亲信太监手中 对这求是梁跟于洪志 唐文宗太信任了 既然成乡 年老 眼力不佳 你们去看看吧 求是梁 带着于洪志 还有几个亲信的神策军的军士 一块就跟着大将军韩约 奔了左金无厅 这求是梁 十分精明 他跟着韩约 一边走一边在观察 发现大将军韩约这神情 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啊 现在什么时间呢 是十一月中旬的天气 那会儿可是农历 十一月中旬很凉了 怎么看这韩将军额头上 薄薄的 甚至一层汗珠啊 抽冷的 他突然问了一句 韩将军 为何脸色如此难看的 韩约吓一跳 是吗 大概 昨夜没睡好吧 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清楚 一个劲的 往前带路 来来来 公公 偷钱请 偷钱请 他越是请太监 进左金屋厅里边 这裘师良 越感觉到可疑 心生疑虑 在门口他站着半天 不进屋 仔细一看 屋里边有什么动静 房门口 不挂着门帘的吗 偏赶这会儿 刮了阵风扑 门帘王起的一心 嗯 裘师良眼间啊 第一眼看见屋中 怎么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啊 身影都一晃坏了 裘师良假装没看见 慢慢的摇了摇头 啊 还有点事情 得跟陛下禀报 一会儿再来看这甘露吧 他转身就跑啊 他跑得挺快 韩约一愣 啊 啊 追 追 慢了一排 敢等众人随后委追 裘师良 快不登仙 想先上了韩元殿了 这个左津物厅 跟皇帝的韩元殿呢 挨着很近 就见求是连登登登 跑上来也顾不得礼节了 陛下快 快到 拽着唐文宗的 这龙袍 就给塞车上 皇帝有专用车 啊 龙拧呢 龙拧拧就能皇帝做 赶快起驾回宫 由宰相李逊 看见此情此景 连忙对店外的金武武士 高声呼喊 能够上店的护驾的 赏钱百贯 说着 又跑到龙居 碾前拦阻 陛下 老臣有要事 要起奏陛下 去你的吧 这裘师良一着急 骂了句接 一脚就把这李逊给蹬开了 陛下 李逊要谋反 这唐文宗在那龙眼里边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真有此事吗 不会吧 也没人打理他 这帮金武武士 就是殿前宝贝皇帝的呀 刚才那大将军韩约 就是他们的头 他们往里冲 太监们往外闯 这帮金武为什么 见着太监就杀 碰见太监就砍呢 熊世良这帮人 簇拥着皇帝的龙眼 终于冲出重围 逃进了皇宫 邦当一声 先把这宫门关上 李逊带领百官 就在宫门外边 听见太监们一片高喊 万岁万万岁 这位宰相李大人 也有点犹豫 正所谓投鼠忌器 只得走开 什么叫投鼠忌器呀 他们要干嘛呀 原来这是事先早有的密谋 所谓的甘露事件 实际是以李逊为首的一帮朝臣 为了诛杀太监 而暗中制定下来的计划 他们的计划是想把这些左右皇权 危害皇帝的太监们斩尽杀绝 没想到今天来了一个骑虎南下 后果不堪 设想 我就想去看 先为首要的希腊 应该是计划 我应该是计划